雏鼠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 实质雏鼠意味着酷热的天气到了尾声 雏鼠也有很多地方有吃鸭子的习俗 此时的鸭子最为肥美 正所谓雏鼠送鸭 无病各家 今天来画雏鼠节气 开启教程 新建画布 尺寸4500x6000像素 这是图层分布 更画的可以参考 线稿和色卡在评论区有下载 更换背景颜色 绘制扇面 绘制一个正圆 拖拽填色 所有图层在扇面图层上建立剪辑蒙版 绘制指纹 混合模式线性加深 一笔涂上指纹 不要断触 绘制草稿 双击色盘底端 选取黑色 需要线稿参考的 去评论区下载 降低草稿图层的不透明度 绘制眼睛线条 绘制嘴巴和小屁屁线条 绘制嘴巴和小屁屁线条 绘制底色混合模式线性加深 顺着羽毛生长的方向 单向的涂上底色 再用涂抹工具沿着羽毛生长的方向 涂抹出绒毛的感觉 涂的时候注意微微淡些弧度 不要直线涂抹 阿尔法锁定涂层 加深额头与脸部的颜色 绘制轮延色 混合模式正片叠底 在鸭子的轮廓边缘 涂上一层颜色 在身体与翅膀之间加深阴影 绘制脖子白毛 绘制脖子白毛 同样的方法先涂上底色 再用涂抹工具涂出羽毛的质感 绘制绒毛 在表面加上绒毛的纹理 绒毛有白色也有黑色 这样才有层次 绘制嘴巴和眼睛的底色 平涂出嘴巴与眼睛的底色 加重力度 画出瞳孔 加上高光 让眼睛更有神 用涂抹工具把嘴巴与绒毛融合在一起 为了更拟人化 给鸭子涂上可爱的腮红 二发锁定 绘制带毛和暗布 混合模式正片叠底 加上一根带毛 用涂抹工具涂抹工具涂抹出毛绒的质感 融化眼角处的阴影 融化眼角处的阴影 隐藏操 隐藏操告涂层 把嘴巴的线条涂层的混合模式改为覆盖 最后提字盖章 这幅橱鼠鸭子图就完成了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鱼鱼哟 笔心 关注我 灵机处学国风插画 我们下期再见